我现在是一个 GNG的博士生 在读博一 有读博的朋友吗 辍学的也算 其实也不是我想读 就是我家里面非常希望我读 因为我的家人很多都是博士 然后他们在一个大学里面工作 叫华中科技大学 有人听过吗 对 非常不错一个学校 我在一个学校里面 出生长大生活了18年 然后没考上 大家对我教育很成功 他们真的是非常绝望 就家里的全家福 本来应该是校友合影 现在是校友合我 但我家真的非常希望 我可以读博士 因为他们在学校里面 生活特别久 关键是很传统的 他们催我读博的那个感觉 就像你家催你结婚一样 我回去以后 我妈就在客厅里面 一阳怪气地就跟我说 就男人吧 到年纪了 就是要读博士 你说你一个男的 你不读博士 你不会是 身体有什么问题吧 男人不读博 那就不是个完整的男人 而且他们说 我们没有什么别的要求 就是我们临走前 最大的心愿 就是看你读完博士 知道我时常有一种错觉 就是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我们家那个后 它不会是 就博士后吧 博士后 很难很难 他们还会以死相逼 你知道吗 以死相逼 就是那种 就以我的死 他们跟我说 要是你以后不读博士 你死在家里 都没有人管你 但这招对我没用 因为不可能出现 以后我躺在家里 他们看见我 哎呀 可惜啊 只是个sauce 没有这种事情 而且我不想读博士 有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 我觉得我做学术 其实是没有什么天赋的 直到我跟老师说 老师我不想读博士了 他挽留我 他说 俊啊 我见过很多聪明人 你跟他们不一样 你很勤奋 而且说句不该说了 你来之前呀 我们实验室 已经很久没有女孩子 送过巧克力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说我知道了 因为我嘛 就是我可能长得 好看一点嘛 肯定不是因为你 控制变量法 我还是懂的 我知道我说这个东西 大家现在会觉得 我很油腻 你知道吧 这个到时候 在电视上播了呀 你在手机上看 这个地方可能 已经有弹幕 开始骂我了 只有我一个人 觉得一般吗 酷了 但我发现 更奇怪的事情就是 大家特别喜欢那种 帅而不自知的帅哥 是吧 我看下面有些女观众 点头 对对对 我太喜欢了 我特别喜欢那种 没有帅而不自知的帅哥 没有 没有帅而不自知 如果有啊 他装的 因为别人会告诉他的 你跟一个帅哥说 帅哥你长得好帅啊 啊 是吗 没有吧 呃 啊 ir 啊 没有个p 这种人最虚伪的 我跟你说 他表面在 是吗 没有吧 心里面 展开说说 做个PPT 写个论文 阐述一下 对 你这就像要求一个人 他是高而不自知一样 你在地址上跟一个人说 你长得好高啊 是吗 没有吧 那我先下车了 大家太喜欢那种帅哥 大家太喜欢那种 露出八块腹肌 面色很忧郁的看向一边 衣服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没穿上衣的那种帅哥 我衣服呢 大家觉得 他太帅了 但是如果同样一个帅哥 露出八块腹肌 他这样 2468 油腻 油腻 我这么跟你说吧 就是男人啊 男人已经是一个 公认非常自信的群体了 就根据过去一年 你们看到的 男人是那种 就只要有一个人 过来告诉我长得帅 就一个人 不用是我喜欢的人 就是我妈的一个朋友 一个阿姨 过来客气一下 你好你好 这是你儿子呀 长得好帅呀 我一回心想 确实长得帅呀 阿姨怎么会骗人呢 但人光长得好看 我觉得其实是没有用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妈当时摸着我的头说 啊 是吗 没有吧 她还不是个博士呢 谢谢大家 我当军 大家好 我是张俊 你好 你好 我们这一组阵容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磅礴 王绵 我 两个王 带个三 那么三要出牌了 我们今天开始聊心理健康啊 我发现姑娘们的容貌焦虑 我不太理解 就是没必要啊 因为你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 让自己变好看了 有没有人觉得 现在街上美女 比帅哥要多得多 对吧 我听说女生 你们会擦身体乳 就是为了防止胳膊肘 这地方变干 还是有什么变化 我对我的胳膊肘 我这辈子意识到 我有胳膊肘啊 就是我撞到麻筋的时候 但那个时候 我的胳膊肘 已经没有意识了 我觉得 已经没有必要 你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 去解决它了 就是护肤 化妆 还能做什么呢 直到那天 我在地铁上 看见一个女孩 在我前面批图 从来没看过你们批图 只看过你们批好的图 很神奇 她很清楚自己 还有哪里不好看 因为她知道要批呢 你知道吗 她甚至不用看 一边和闺蜜聊天 一边就批好 她那种 啊 是吗 要不咱们就这么定了吧 很神奇 但男生不知道 她当时发了两个 大同小异的版本 问自己男朋友 哪一张好看 我隔着屏幕 就感到对面很紧张 因为微信上面 一直显示的输入中 但就是没有消息过来 我觉得怪不了她 因为我们的 男人对这个东西的认知 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吧 我甚至 大家不要觉得 我在吐槽这个事情 就是 你要明白 这个事情对直男的冲击力 是很大的 就是我曾经在 观摩过几个女孩 发大合影的过程 他们先在群里面 选了一张 大家都愿意批的照片 然后开始批图接力 你知道吗 所有人确认 con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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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发布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为自己的兄弟们披一张合影 我们发合照的标准非常低 就是人齐了就行 你经常可以看到那种七八个男生勾肩搭背 打完球的时候 但总有一个人被抓拍到那种微笑 却半闭着眼 你知道 真的不是我没有看见啊 只是我们不在乎 我们只在乎自己啊 有没有踮脚 是这样 但女生其实会很敏感 我发现这事 之前我和一个女孩住一约会的时候 我跟她聊天 我就看着她 她就问我 是因为我有颈纹吗 还是你一直看她 我说第一 在你说这个之前 我不知道有这种皱纹 就算你指给我看 你说你看 你看这个地方是什么 我都会说 这是脖子宝 你这么一问 我也不太确定了 不会是别的什么东西吧 第二 我是那个时候才意识到 在这种男性凝视下边 女生的第一反应 是自己不好看 但是没有女性凝视 不可能有女性凝视 我可以告诉大家 女性凝视会怎么样 你看一个男生时间久一点 我们只会觉得 你喜欢我 真的 我们就是 你们甚至都不用凝视 你们都偷瞄你知道吗 几个姐妹一起 我们对这个眼神特别敏感 你们几个姐妹一起 那边有个帅哥 一个一个看 我先来 那边那个帅哥 周围的一圈男生 都捕捉到这个眼神了 你知道吗 他们在那边表面上 但心里边 我确实是帅 但我不讲 这么调侃的男生 很多事情 然后不希望大家觉得 男人好像没有容貌焦虑 焦虑所有人都有 焦虑是比较出来的 我看见彭博 他很幽默 他很帅 我很焦虑 我看见李淡 他很幽默 我的焦虑就缓解了 这个焦虑是比较出来的 你知道吗 但我其实觉得 我们男人的容貌焦虑 不多 完全比不上 我们的男子气概焦虑 完全比不上 就是我们的男子气概 完全建立在 那种虚无缥缈的标准上面了 就有人说 男人在太阳下面打伞 就没有阳刚之气 然后我就不打了 底层逻辑就是 即使我得了皮肤癌 弥留之际 我都会庆幸 还好我是个男子汉 freaking die real man 他的底太好了 再举个例子 给大家 我其实是个直男 但我特别喜欢敷面膜 特别喜欢 第一次其实是我前女友 让我试一下 我不乐意 我心想我一个大老爷们 为什么要试这个东西 但是当我试了以后 也太爽了吧 但我当时不能表现出来 我就 还行 他说你不喜欢就给我 我说那不就浪费了吗 最后敷太久 面膜都硬了 还有我脸的形状 大家有没有看过 三星堆面具 挺像的真的 后来我们分手了 你知道我要自己去买面膜了 很羞耻 因为我要把它假装成一个 没有计划的冲动消费 我过去以后 买到只差一百几十块钱 就可以打折了 然后我就要 急不情愿地拿起面膜 说哎呀 怎么只剩下这个呢 导供在旁边说 先生我们还有沐浴露 我不洗澡 当时我明白两个道理 第一 你可以网购 第二 不要活在 社会对男性的 刻板印象里面 不要管那些 告诉你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的人 这会让你心里不健康 那天晚上 我看见一个女孩 发了一张批购的照片 我给她点了一个赞 然后给她发消息 我说其实我觉得 你布批图也很好看 自信一点 不要活在别人 对你的期待里 我感觉话明显 触动到了她 因为微信上面一直显示着输入中 然后她回我 管好你自己 谢谢大家 我是张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